少爷 你这有何苦呢 天下好的女人那么多 你一定能找到比赵家小姐更好的姑娘 少爷 君山 你和韦月彼此相爱 你不会懂得我的苦处的 你的话对我来说 比隔靴骚痒还不弱 我不想听 你走吧 走吧 不用同情我 少爷 我不是同情 君山 你先出去吧 少爷 奶娘虽然没读过书 但也听人说过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 奶娘 你有没有爱过人呢 我 如果你爱过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 爱一个人 是多么快乐 又痛苦的事情 我整天 茶不思 饭不响 我脑子里就只有她 她的一拼 一笑 都刻在我心里面了 我见不到她呢 我整个人就好像 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 无论我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 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呢 你又不会明白 总之这辈子 除了赵小姐之外 我谁都不要了 我娶不到她 我宁愿一声都不娶 她真的值得 你这么做吗 没错 它值得 少爷 奶娘 你快出去吧 别烦我了 快出去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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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得见托人去提亲 我得尽快把锦柴还回去 否则 误会闹大就糟了 我出去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好 好 糟糕 是两少爷 他怎么不在这儿 吓死我了 对不起 初二 你来得正好 我这样去找你们家小姐 我正好也要找你 不过 你先说 你找我们小姐有什么事啊 这个金钗我带来了 想请你带回去给小姐 不不不 你听我说啊 我们家小姐 叫你赶紧把金钗交给媒人 你要相信她 她真的没有跟任何人有婚约 她一直在等着你呢 这 公子 你务必要快啊 诶 初二 初二 诶 好 你 他 你 你 我 你 文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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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圣儿听人说过 说陈少爷是个花天酒地的顽固子弟 开始我也半信半疑 可是我今天亲眼所见 他还有其他的女人 这 这 义父义母 这表妹不嫁我没关系 可 可我也不希望她被骗了呀 老爷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女儿 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啊 嫁错了呢 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自己得考虑清楚啊 玉儿啊 你表哥说他是个花花公子 你还要嫁给他啊 依我看啊 你还是嫁给文太 你嫁给他我比较放心 玉儿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爹呢 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哎呀 玉儿啊 你表哥没必要骗我们 孩子啊 你要想清楚啊 那种人 他家是再好 那咱也不能嫁呀 老爷 夫人 陈少爷 他不是表少爷说的那种人 他是好人 上次看花灯的时候遇到坏人 就是因为他帮我们引开坏人 我们才得以脱身的 还有 还有上上次 田田掉进水里 小姐为了救田田 差点落水 也是这位陈少爷救了小姐 还有田田 行侠仗义 英勇救人 这一点呢 文太就比不上了 那算什么呀 这也值得夸耀啊 是啊 有胆有识 见义勇为 这不就是正人君子吗 那是文太没有机会 那就是 娘 爹 你们都别说了 我不知道文太表哥 听到的那些传言 是从哪来的 但是 我相信我见到的 那个陈家少爷 而且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不会轻率做决定的 你随随便便的 就把金钗 交给了那个 才见我几次面的人 这还不叫轻率做决定啊 好了好了 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你 女儿不喜欢的就不必勉强 你 文太那边就正式毁掉 老爷 不要耽误人家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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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去做赵家的顾也好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文玥 放手 娘 怎么回事啊 我几次去赵家 想把这个金钗还了 可是每次冲儿见到我都匆匆忙忙的 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还说 让我赶快拿着这个金钗去提亲 为了这事 文玥都跟我闹了好几回脾气了 到现在都不肯谅解我 娘 我左思右想 只有您能帮我 我 娘 您就帮我还了吧 好 娘替你处理 谢谢娘 少爷 我还要喝 少爷你小心点 我还要再喝 少爷 我心里好难受啊 我还要喝酒 少爷 少爷你小点声 小点声 你把我还吵醒了 少少男 我们再去喝好不好 好 咱们走 重心躺下 我还要喝 我难受啊 我要喝 我要喝 我还要喝酒 我 我 约我酒 我要喝酒 孩子 要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像君山这样成熟懂事呢 你 내가 你 我 我 你 很好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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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的 你 为了一个女人 你这么不爱惜自己 孩子 男女之情 我不懂 可是母子之爱 我明白 她的一颦一笑 刻在你的心里 可是你的一举一动 全都揪着娘的心 娘对你的爱 早就超过了 我自己的生命 我怎么会不懂呢 老爷 茶来了 你放着吧 是 秋夕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记得福伯说过 济南有一笔杖一直收不回来 要不要让君山跑一趟 那笔账 欠了都快两年了 我们也去过很多信 而对方呢 一直都不理不睬的 我看呢 他们就是在 有意拖欠 恐怕让君山去了 这钱也很难要回来 见信不如见人 说不定见到了人 钱也就收回来了 话说得没错 只是呢 这济南呢 实在是太远了 这一来一去的时间 最少也得要三五个月 而君山又是人生地不熟的 我担心 老爷 您要是不嫌弃君山 就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跑一趟 也算是给他一个历练吧 也好 君山值得再陪 我呀 这就让金服陪着他一块去 谢谢老爷 君山 你要记得赶紧去还 我 我不愿意耽误赵小姐 更不愿意文月 因为这件事 一直跟我生气啊 君山 该走了 福伯 文月呢 文月 刚才还见到人呢 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丫头啊 最近一直很怪 别理他 你 你 有空 就帮我去看看文月吧 好 你放心 文月的事交给我了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 等你们回来 一切就雨过天晴 不会有事了 谢谢娘 好 还有刚才说的那件事 您一定记得赶快去还 我知道 君山 咱们快来不及了 好 娘 那我先走了 是 君山 我走了 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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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心里挂念着 嘴巴还硬 人都走远了 你才出来 奶娘 追杀她欺负我 有奶娘护着你 她哪敢呀 他敢我就揍她 来 进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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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这一大早就大呼小叫的 你别生气嘛 奶娘 你快点啊 快跟爹说啊 这是 这是我在少爷换洗衣服的口袋里找到的 可能就是赵家所说的金钗吧 铁兄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 赵小姐把她的定情之物放进你的口袋里呢 她可能是害羞 不好意思 所以呢 偷偷地放进我的口袋里 老爷 一定是这样的 您还是赶快请淳美 再跑一趟赵家吧 爹啊 麻烦您了 好好好 爹帮你办就是了 太好了 谢谢爹 你结了婚就是大人 别再这么孩子气了 知道了 可是呢 在爹面前 我永远都是个孩子啊 不是吗 老爷 老爷 怎么样 这金钗就是小姐的 啊 既然陈少爷把金钗交给你带来 那就燕鸣正身了 这桩亲事啊 就这么定了 只要女儿幸福 我没意见 哎呀 幸福幸福 哎呀 一定幸福 老爷 老爷 那我们 就择日下聘迎亲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啊 谢谢了 谢谢你呢 真是个大事啊 恭喜老爷 恭喜夫人 小姐你看 走 不好看啊 哎 也不好 哎 春儿 陈少爷是留过羊 见过世面的人 他的见识比我们多 你说 我该买点什么东西 给他带过去才好吗 这还真是个难题啊 要不咱们 多买一些洋货吧 可是 他的衣着苦实 他又不像是虚化的人 对不起 好漂亮的小美人啊 请你让一让 既然你我有缘 就别急着走嘛 请你自重 自重 好好好 是是是 我是该自重 只要小姐告诉我 您贵姓 府上何处 关你什么事啊 走开 哎呀 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啊 加油 哎 赶紧给我打听一下 这个美人我要定了 哎 少爷 不并问了 她是承西同亲堂药铺的千金 嗯 只有这样的角色美女 才配做我吴家的媳妇 走 回去叫我爹找人提亲去 哎哎哎哎 少爷 听说他和陈天雄 已经定心了 陈天雄 哎 又是陈天雄 陈天雄 陈天雄 花角没抬着门 什么都不错说 哎 少爷 啊 啊 非常抱歉 小女儿已经许配给陈老爷的公子 过些时候就要出阁了 多谢吴主任公子台爱啊 啊 这东宝少爷他是不好惹的 哎 还有吴主任就更不好说话了 哎 陈家已经下了聘 这规矩呢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请大婶回去 在吴主任面前多美颜 是啊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对不起东宝少爷 陈家已经下聘了 好你个陈天雄 跟我对冲是吧 行 你我之间的账 总有结清的那一天 你 走 什么 要尽快去迎娶 是啊 赵老爷说啊 怕吴东宝仗着他爹的势力 惹出麻烦 所以啊 希望少爷和赵小姐能早日完婚 那好啊 最近好日子不少 咱们赶紧挑一天 把少爷的亲事给办了吧 不行 这可是我的人生大事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呢 再说了 军山还没有回来呢 我大喜的日子 他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还想要他陪着我 一起去取亲呢 少爷 军山不再没关系 这是特殊情况 他回来 咱们再好好庆祝也行啊 哎呀 那多遗憾啊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呢 你想要军山回来参加你的婚礼 也不是一件难事嘛 你就赶快写信啊 到济南去 让他先回来吧 好啊 老爷 收账重要 我 没关系 就这么说定了 淳美啊 你和天雄好好地研究一下 选一个合适的日子 好 这是我做没人的职责 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 陌生哥 你就放心吧 好 淳美啊 辛苦你了 哎呀 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吴与赵小姐之因缘一波三折 本以为早已无望 熟料最终仍得以美梦成真 而此天作良缘能峰回路转 使奶娘所赐 吴雀月之情难以言喻 马上到邮局 寄往济南 快去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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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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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天作良缘 峰回路转 是那奶娘所赐 是那奶娘所赐 秦山 你看 秦山 秦山 你怎么了 被少爷吓到了 我也是 没想到少爷说要结婚 这么快就选定日子了 好事 你先把这个说好 几件大事你都办妥了 剩下的事交给我 回去啊 替我多喝两杯新酒 是那奶娘所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师父 麻烦你再快一点 来 你坐晚了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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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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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要把这些礼说都清点好了 知道了 知道 仔细一点 好 太好了 你没看见我娘 没看见 应该在少爷房里吧 是啊 没事 好了 你转一转 让奶娘好好看看 好 怎么样 好看 真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尤其啊 穿新郎礼服更好看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 大到可以成家了 奶娘 我要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一找到 那只金钗的话 我就不能这么顺利地 娶到赵家小姐了 娘 娘 俊山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快进来 快进来 你看我衣服怎么样 你回来了 是啊 娘帮你准备了衣服 到我房里来 娘 跟我来 你娘叫你呢 快点就换衣服吧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吧 娘 娘 我交给您的金钗呢 你跟文悦啊 真是很合适的一对 娘打算好了 等少爷办完婚事 我就请老爷做主 让你们俩人完婚 有文悦这么好的媳妇 我也就安心了 娘 请您回答我 那只金钗 您有没有还给赵小姐啊 娘 难道您 您真的把金钗给少爷了 娘 你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 君山 我 娘 我知道你心疼少爷 可是这件事 关系到少爷 还有赵小姐一生的幸福啊 我是为少爷好 他这么喜欢赵小姐 我不忍心看见少爷 他伤心难过 可是你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女孩子 一辈子痛苦啊 娘 赵小姐 他喜欢的不是少爷啊 他会喜欢少爷的 少爷这么爱他 他嫁到陈家 只会幸福 不会痛苦 可是感情的事 是不能勉强的 娘 您不能拿一个女人 一生的幸福 来做赌注好 他 娘 少爷知道事情吗 娘 那我们就赶紧把事情告诉他 我相信他知道了真相 也不会骗人家了 娘 不 已经来不及了 今天就是他们两个成亲的日子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喝喜酒 你要老爷和少爷的脸往哪个 不行 娘 那总比把新娘取进门 把事情闹大了也好吧 咱们不能知错还将错就错 咱们现在就是把真相告诉少爷 君山 你怎么就不懂呢 少爷需要一个好妻子 做他的贤内助 赵小姐我见过 她成熟懂事 家事又好 我当初让你娶她 你不肯 因为你放不下文月 这就是你的命 是你跟她无缘 可是少爷 他真的需要一个好的贤内助盯着她 君山 你没有把握住机会就算了 可是少爷的婚事 我求你别敢舍 君山 酸娘求你了 我求你今天不要告诉少爷 你就让他欢欢喜喜地成亲 只要过了今天 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赵小姐从此会相扶教子 做一个贤德的好妻子 婚后 陈家这庞大的家业 也不会委屈她的 娘 少爷不知道金柴的真相 看来老爷 也一定被你瞒着了 娘 你只是少爷的奶娘 您为什么会为她 做出这样的事来 为什么 为什么您要这样做 爷 因为老爷对我们恩主如山 我是在报答她 娘 我不懂 就算我们真的要报答 我们也要凭着良心 我求求你 不要再管这件事好不好 娘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错误发生 还置之不理啊 金钗是从我这里流出去的 我就有责任 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啊 娘 您不让我把事情告诉少爷 那我就去赵家 我要把真相说出来 如果赵小姐知道了真相 她还是愿意嫁给少爷 那我会祝福他们的 否则 这桩婚姻带来的灾难 就是我给赵小姐造成的 这样我的良心会过不去的 娘 我现在就去赵家 谢谢大家 跟我来 我现在见过去的 我来说 我现在的第一件事 你不想不想不听 改着给你 我还不想不听 我对我 我哪个的事 我不 relación 你不相接 你怎么可能 不停 我不能 我 那什么事情 我真的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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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孙医带着若云 跑到少爷房里去了 传媒 传媒 慕升哥 传媒啊 这天雄他突然晕过去了 可是我们又不能错过这个吉时 所以就麻烦你 先带队过去迎娶吧 并且请替我向亲家公亲家母 道个歉 是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是不是昨天一夜没睡 累坏了才会晕倒的呀 是是是 那就麻烦你了 那 那我就先去了 好 秋夕 你快去照顾天雄 千万别耽误了拜堂的时间 是是是 那我就先走了 走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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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婴羊羊羊就起了 婴羊羊 that dx 快点 小心一点 好 três 了 好 好的 中文字幕——YK